接下來是ervin 要跟我們分享一下去人的耀命王國的節目 那就早上換一下吧ervin 大家好 我又來了 基本上如果可以的話 明哥每週都會來 我也要支持 我也要支持 上上禮拜我去遠的耀命大學 上課 就是根據Google地圖告訴我說 它大概有235公里遠 然後根據實際的經濟就是 大概要早上9點7 早上9點坐到高鐵才會來人機到旁邊下午2點的課 這是超級涼命的 就是台灣還是有那種 雖然有了高鐵 但是你高鐵到了這邊 你還是要坐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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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想到區間車才會到 才會到怎樣 就是遠的耀命大學 遠的耀命大學 那 上課是什麼呢 誒 你記住過去 我看這裏拜託的論文 只要跨人機要解釋 跨人機要解釋 跨人機要移入它就會保標 跨人機要移入它就會保標 跨人機要移入 好奇怪 高達9點 高達9點的錯誤戒律 這個 以翻譯化所謂核心的網頁設計 網頁設計 網頁軟體 它的前身是NVU 我一查才發現它就是NVU那間公司做的 NVU掛掉了 然後就變成版本 雖然它也很久了 而且它也有點老 最近一個版本就是 Davis快樂 筆軟體 演了很多很多東西 還不錯 其實還蠻不錯的 卓豪都不愛用你 它有一個新的版本 是給Mipop專用的 剛剛那個 真的有被開動 我就很快會去把三個小時的課程 濃縮成2分鐘 5分鐘 我覺得那個時候 हlide了 这就是远德耀命大学、云年科技大学的资讯中心的课程 资讯中心的课程,等会有学生、老师、教职的员 大家都来签公务人员去演书,就会有人签我们去睡觉 所以有照片 睡觉照片吗? 中间那边人有很多阴群在那边,还有人在那边睡觉 远德耀命那边 那像是超超寬的,就是有三大盘,每一台有六台电脑 超寬超寬,然后没有投影机,就是全部都是电脑广播 不知道怎么电脑广播的教室就会非常麻烦 有另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们有卓东正 竟然有一位卓东正来,就是人家介绍他来的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点是,他报名报了60人 害我紧张的一大象,所以有报名是65人 结果来了30人而已,吓死我了 我们想说60人如果要讲过下话,根本就不可能讲个完 根本就不可能带个完 然后我们就介绍了HTL,介绍了HTL,DSS,然后主要是用WebMaker的工具 HTL,DSS,如果大家没有用过的话,如果还有没有用过的话 你站在这个空间还没用过这个工具的话,请你试试看 HTL,DSS,这听起来像是 HTL,DSS,这听起来像是 大家没用过? 我认识这个非常老工具,但是用这个东西来教影片 我还是很错的,就是让他们可以 让他们会到,然后会用电脑会到,还会打字 我之前有过的是不会打字的人来上课了,身上还有朋友 只是会有两回答会打字 然后就是可以让他们体验一下,去练习这种东西 然後讓他們可以做自己的自我介紹網頁 就是聊到這邊,然後用State Card 承擾板字 然後就可以變成一個網頁了 然後我們還給他一份 HTML 小抄 說是小抄實在蠻詳細的 HTML 的基本介紹 這次準備了兩份資料 一份是 HTML 小抄的資料 一份是 HTML 的 HTML 簡介這一份 因為這堂課的關係,我就把這份頒完 我發現這份其實很醜 我覺得講HP內容的話很清楚 範列也很清楚 其實一定有蠻多種好的文章 HP內容簡介、Reintroducing JavaScript 那一邊還沒有頒完,那一邊應該要喊響 然後還有,這個選擇就很難 然後呢,Groove Revolts 它其實真的是一個還不錯的網頁電池器 就是如果要給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用 就是給他刮用的話 其實真的不用驕傲 這樣寫進去 這樣不用這個就好 它寫出來的課程字很標準 然後它有資源 就是所有資源 但大部分的屬性都有 超多的 然後有一份 有一本 有一本 英文的課本 英文的說明書 叫 在FLOS Manual 這是我這次來發現明廣站 它上面有好多好多自由環體的說明書 然後你還可以就是自己新增新的說明書 跟自己上去上面都加內容 這樣子 FLOS Manual 然後它有的賣神 這是應該它的商業模式 然後這上面有一本 FLOS Manual的書 還不錯 蠻有趣的 是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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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上去更新 然後在這邊找到一本 公民書 然後FLOS Manual 有趣的點是 它本身有使用作品 很簡單 它本身沒有使用作品 它的使用作品是用賣的 它使用作品是一個套件 然後就賣一包三五塊 然後你買的時候就會加一個套件 然後你可以看到使用作品 就是它本身 然後還有一本多文書 是蘇士隆老師 寫的給國小的小朋友看的 但是我發現這本書 所以我就想說 既然有人寫書 我就去買一本來 然後就放著教就好了 結果我跑了就是 那你去動物上面的每一間 出店每一間都沒有 連天龍都問不到 超級怪的 裡面有ISDN 但是他們不是沒有出 他們是連ISDN都查不到 真的超怪的 太快了吧 然後 但是 他真的有出 然後 Eric 有直接問這個老師 就是有認識嗎 然後他就說 其實他這個書是給國小的小 沒有看的 然後他就說 就有點奇怪 就是完全沒有認識 然後我們在那邊 eGoogle只有 只有自己 只有季風自己的網站 而已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 教他們用 WebMaker的Google 教他們用Gridboard 然後最後還教他們 把網頁放到ThubPage上面 發現ThubPage其實是一個 還蠻簡單的 可以教大家把網頁放上去的地方 只是放進去之後就沒有出現 只是放進去之後就沒有出現 教大家講說 就是 要怎麼樣把這邊放進去 那就是下一堂課的內容 就還不錯 就是 就是趙遠的妖命大學 教網頁設計的 簡單內容 如果大家下次 要跟我一起去 就是大家下次有興趣的話 要一起去 各個地方上課的話 就是 可以一起去 其實差不多這樣的內容 就可以講三個小的 而且非常大 就是 X3跟4 然後 就是每一部都寫得非常詳細 這樣我們可以照著做 今天有介紹 5Gridboard 5Gridboard 最基本的一個使用方法 然後接下來就是 GitHub的帳號怎麼開 然後把網頁丟到GitHub的帳號上面去 這樣就是差不多三個小時的課程 非常大部分三個小時 好 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